大家好我是杠精 一个打有像极了爱情的游戏玩家 侦探11连生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侦探 我玩侦探的话永远是奶酪第一 队友第二 暴住没有来一道没有办法 但是猫想在我们面前绑队友不存在的 就掉了国王 我们就开始自己的工作 搬奶酪推奶酪 但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 比如说这个冰块很明显想让我救队友 所以这时候我肯定要救一下队友 有隐身的侦探 其实救队友还是比较方便一点 这时候我看到猫想拿拍的 那么救队友就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救完队友本来想转管道 但是恶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啪的一下很快 恶魔就消失了 然后他又坐上了火箭 这时候国王没有状态 魔术师还在路上 我就知道这份重任又压在了我的肩头上 说一遍那是快以过风策走位 和灵活的技巧很快 我又再一次救下我的队友 但是啪的一下很快 我的队友就消失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强风期 然后我把我的蓝光给了老班长的兔子 然后老班长兔子啪的一下 很快强风就融化掉了 有时候我们不想救队 但队友就出现在我们前 你说不救宝他就没了 你说救宝没人推奶了 这就很难受 所以啪的一下很快 我就救下了队友 并且退完了所有奶了 强风期的侦探因为不用推奶了 所以打起来就比较轻松 这时候我们可以打一手拦截 俗话说的好 罐子在手 天下我有救个队友 还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利用侦探的隐身 偷偷过目的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侦探的破墙能力并不算特别强 所以破墙这些小学直接交给我们的队友 然后就是队友被双张 我们要不要过去救队友 当然我是拒绝的 因为奶了是在我心中第一位的 队友每一次被抓 都是我们推奶了的最佳时机 啪的一下很快 奶了退完了 并且我们已经来到了强风附近 这时候我看到酸果盘 我知道他的强风已经融化掉了 这时候我们再买一把AK 人生啊 总是寂寞如雪 顺便我们再来讲一下侦探的意识问题 这时候猫带中了猫下楼了 那么他肯定要抓我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隐身 侦探带上R5之后存活力是非常高的 有时候奶了位置不太好 但是火箭位置特别好 没办法 我们侦探只能冒充一下旧容位 救下来我们就一条换 救不下来我们就坐上秒费 毕竟我们可是有住院的男人 这时候很明显猫会追过钻管道 但是猫只要犹豫片刻 我们的R5就可以直接使用出来 如果猫没有我们的视野很快 我们就可以推第五块奶了 这时候猫又在中楼 并且这时候我们再推第五块奶了 不用想猫下来的话 肯定会针对我们 所以玩侦探反应要快 意识要好 啪的一下 很快我们就隐身了 我看着拳头盒子摸流 要伤心的眼泪 我知道是我该说再见了 如果猜的没头 猫这一把应该是看不到我 破墙氛围近战和远程 远距离破墙的话 真的很安全 你看老班长他没了 如果我们远程破墙 猫不管我的话 很快他的指挥的强度就会消失掉的 然后就是一些基本操作 比如这时候我们四个人推完奶了 那么不用想猫第一时间肯定会过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隐身 这时候我们只要出现 那么他的奶酪肯定会消失的一干二净 并且在没有影响奶酪进度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救下队友 这一波堪称无敌 等猫玩家反应过来太阳抓我们的时候 他的墙盒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侦探虽然破墙速度慢 但是如果猫没有清道具 没有守墙盒的话 我们不许强来还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如果你玩猫不守墙盒的话 那么你指挥的墙盒很快就会融化掉的 然后就是玩侦探 偶尔会碰到尴尬的事情 就是开局我们碰到了猫 然后我们利用自己的技能完美隐身 我的发什么鬼 明明隐身了还是被打到 但是问题也不大 对面虽然给我了一个飞吻 但是我是拒绝的 所以我直接丢了一个碎片 这时候看猫呆呆的样子 我就知道机会来了 然后啪的一下 很快我就直接被抓到了 然后再说最后一个点 打母猫最后一块奶酪真的很难推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的队友被抓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救他 然后利用五位直接推奶酪 等五位快消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离开 然后我们再过去送一波 送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队友救我们 救完我们之后 我们就有五位有五位之后 我们就可以退奶酪 退完奶酪之后 我们就可以见强峰 żad到强峰之后 我们就可以卖一个AK 俗话说的好 AK在小天下 我有扑扑扑扑扑扑扑 AK虽然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AK是万万不能的 然后破墙的方法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甲板 就可以选择破墙 啪的一下很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母猫就没了 明明我只想破墙 但是我却救下了队友 哎我的操作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班长利用8年的比例 直接破开8年的强峰 高手果然破墙轻轻松松 有时候玩侦探也是很尴尬的 比如我想退奶劳 但是我路过了一下 我就挨打了 我就受伤 然后我就铁起了 还好有管道 我啪了一下就直接钻进去了 等猫反应过来 我啪了一下 五花奶劳已经笑着 你问我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像这个爆竹一样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 侦探只用做两件事情 退奶劳破墙就直接赢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想的越复杂 那么他就会变得越复杂 但是他打我我就没办法 我只能负责就对 然后队友破墙 然后强横就没了 如果你经常打奶劳 欧位的话 你就会知道一言事情 第一块奶劳和第五块奶劳 是最难推的 因为在你碰到奶劳的一瞬间 猫其实已经想好 怎么把你绑在火箭上 这时候就要注意一下表情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隐身技能 躲过猫的功力 这是一个侦探该学的东西 说白了 玩侦探只要自己的意识够好 反应够快 那么猫玩家想抓到 你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操作特别好 推推推推 直接当着猫的面 直接推奶劳 最后我一出现两种情况 奶劳推完了 猫把你抓到了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你学会了 当着猫面推奶劳的技巧 当然了这个技巧 我建议你引人使用 如果你没有隐身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你被猫抓到 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这一把 我在墙房间失误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我就看着老板 然后兔子直接破开了墙房 说真的有点可惜 毕竟像我这种高手 如果没有看到墙房破碎的瞬间 说真的心好痛 但是让我还没想到 是最后就让猫打开了 这个指货的墙呢 说真的 他真的好棒 如果用三根猎来形容的话 我可能会说 我谢谢你 然后就是古堡三张地图 当我看到猫把我的队友 绑在中楼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庭院的奶酪 已经消失了 古堡三张地图 我还是比较熟的 因为我的黑乳 经常在庭院推奶酪 所以我知道庭院的奶酪 是最难推的 猫放弃的庭院 就相当于放弃一波大节奏 所以我们推起来就很轻松 很快就来到第五块 然后我踩到架子 但是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我相信我的队友 他可以 他行的 他是最棒的 很快 我看着倒在地上的猫尿 我摸了连伤心的眼泪 我知道时候该说再见了 因为他八年的奶酪要消失了 啪的一下 他的奶酪就消失 这时候我想走 他不想让我走 然后我就直接留下了 但是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以我的测试 很快我就得救 然后啪的一下 很快我就得救了 还好我没有倒地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我国王真是离谱猫 送离谱回家离谱 直接到家了 但是问题也并不算特别大 我杠猫人又回来了 啪的一下 我又被拍倒 这真的有点离谱了 但是当我看到队友操作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植物的强度已经烧失了 有时候我这样退奶酪 但是没办法 火箭离我实在是太近了 嗷的一声 我听到他们的叫声 我就知道机会又来了 救队友 这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这时候虽然我的队友被抓到 但是他的奶酪也没了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时候我们随手打一个泡宝 我变黑了 也变强了 这时候他的257 我让人比较轻松 只要我们闪开猫的技能 救个队友轻轻松松 这就是一个高手 这时候如果猫追我的话 他的强风就可能融化掉 但是很可惜猫并没有追我 但是问题大 问题不大 虽然这时候半场被狗抓 但是问题不大 这时候我还是可以救队友的 啪的一下 很快 看着老板上见到顿我 木链雅 伤心的眼泪 我这时候该说再见了 虽然说了再见 但是猫玩家很快就出现了 我面前不过于我的身法和走位 他是不可能抓到我的 高手就是这样 只要侦探有25 说真的猫玩家想抓到我们 真的很难 但是侦探如果没有25 这个技能 说真的还是很容易被抓到的 这里我本来想用高尔夫剪图 但是我发现根本剪不动速度 所以我知道我已经没了 但是问题大 问题不大 很快我就得救 我就知道这一波 我必然可以逃出生天 有那么一点点小事物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体节奏 这时候猫玩家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 他的奶酪很快就会融化掉 但是让我没想到 是猫玩家真的放我一条生路 我就知道 他的第五块呢真的要消失了 就这就这就这 我真的都已经隐身了 你还想抓到我不存在的 这时候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队友被抓 我就可以安心的退奶酪了 我真是一个天才呀 终于终于终于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队友终于被抓了 我知道退奶酪的机会终于来了 要想奶酪推得快 队友还是要白给的呀 终于我们来到第十一把 强风机 这一把打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啪的一下 我变黑了变强了 我也知道这一把我已经赢了 一个道具两个道具 狗哥救我 五打一 你告诉我这一把 我侦探怎么输 这个塔拉我吃定了 今天策划都留不住他 最后看着塔拉 幸福的表现 我摸了伤心的眼泪 我知道是我跟着再见的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小塔拉 我摸了伤心的眼泪 不可能再见面了